在繁华的东京,有一位名为祥子的数字营销专家 他的梦想是将他的小型市场推广公司Tekytales转变为行业领导者 他擅长于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优化 但直到要脱颖而出,就需要一次大胆的数字化尝试 祥子注意到,尽管许多公司都在社交媒体上有所行动 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完全利用数据来驱动他们的营销策略 他开始研究市场上的空白点 并发现许多公司忽视了对年轻消费者进行视频营销的潜力 随着一个全新的概念在脑海中形成 他决定将他的数字营销策略集中在创建吸引人的视频内容和分析用户互动数据上 祥子与一群有才华的内容创作者和数据分析师一起 创建了一系列针对年轻市场的教育性和娱乐性视频 他确保这些内容不仅引人入胜 而且在各种数字平台上都能看到 特别是那些年轻人经常访问的平台 为了衡量其成效 祥子使用了一套复杂的分析工具来追踪观看者的行为 收集他们的反馈并据此优化未来的内容 他的团队定期审查这些数据 以确定哪些策略最有效 并调整他们的计划来适应市场的变化 几个月后 他的公司Techytales在数字营销领域展露头角 视频内容的成功带来了新客户 他的团队也变得更加熟练于使用数据来引导他们的创意决策 祥子的名字成为了该行业新兴力量的代名词 他的公司不仅帮助客户构建品牌 还通过数字化手段赋予了他们以声音 祥子站在他的办公室里 看着一经显示器上数字营销活动的实时数据流 他知道Techytales的成功来自于他对数字营销潜力的信念 以及他团队的创新和对数据的敏锐洞察力 谢谢观看